我们昆仑爵的70公斤诸神之战的比赛是要从世界上选出很出色的16位选手在进行晋级 今天他们争夺的是第15组 蓝方 子弹 古拉宾 红方 黑色 瘦维克多 果然从我们最开始的网络调查一样啊 网友们还是眼睛是血亮的 他们都是在古拉宾调查排名是第一 维克多是排名是第二 希望他们两个来进行决赛 果然现在进行决赛 但是我觉得这两人打在一块 结果怎么样不好说 从整个的身体条件来说 维克多是有优势的 文库德毕竟呢 打70是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级别 相对来说 子弹 古拉宾呢 平时的体 竞技级别呢是67公斤 应该说打70是深重来打 是否能够他的力量啊 他的对手啊 是否能够适应 我觉得在打到维克多这种高手的时候啊 不好说 对 因为现在谁获胜就将进行拿到这个第15个猪神之间的名额 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的话 两个人是不会留有余力的 对 而且你看古拉宾这个一直是前被维克多给压着他 你看古拉宾也是在往前顶 但是明显的从这个 本利上来说 维克多是占优势的 对 你看两人有时候会顶在一起互相推吧 明显在推的时候 维克多是有劲的 因为刚才我看到有维克多有几个肌腹的对 就是侧面的肌腹是比较有效 对啊 古拉宾的这种吸法 腿法还是比较犀利啊 但是维克多的防水也很严密 因为维克多他也是泰拳的这种底部出身 所以跟古拉宾这样打 我觉得 因为他自己已经完成了这种风格的转换 而古拉宾并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相对来说维克多对古拉宾这种打法比较熟悉 对 因为他过去啊 也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打法 对 所以他完成这种风格的转换以后 他对两种风格非常的理解 所以再跟古拉宾这样打的话他怎么会 总不会变成熟悉的 我就是怕那我上了那些小篮板 我现在在聊你 那种风格一定的优势 对 双方是争本架 相对来说 从体型上来看啊 古拉宾有点小一圈的感觉 毕竟是来升级的来打 对啊 因为跟他的教练过程是特别是 对对他们的吸引力 诸神之战的这个赛事啊 对他们的吸引力特别大 我觉得古拉宾呢,更多的腿法上头这个动作可能要调整 腿法上头因为更多是单击 单击的动作呢,没那么容易 抓到不当 如果说这种高扫上头,如果真的想低扫的话,可以低扫高扫来结合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动作更有效 因为我们从第一轮他们的继续赛的时候,我就说过古拉宾的身体硬度非常强 但是在他第一轮那时候,我们没有讲到问题怎么应对这种身体硬度是强的特别强的对手 相反,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以说这一场比赛,他要把自己的下盘跟各个方位站的比较稳 他是,你硬我比你,我要顶着你走,你再硬我也要顶着你走 就是要身体结构,来得去破坏对方本身的这个硬度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维克多的技战术应用还是不错,一直在压着古拉宾,古拉宾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好,灯腿开路,换拳 哦,听夏浅防腐啊,这个肚子太少见了,夏浅的很深的是 但是反应也很快 维克多刚刚打身体这几拳,打得没那么准,打得对方的手肘了 明显的古拉宾现在就是慢慢的再往后退一点 对,因为确实维克多的本力要大一些 而且平时打这个体重级别要更高 这就是老话,甚大力不亏 而且古拉宾很多的拳法都会打得不一样,是因为他在原地打 嗯,我们看啊,虽然说维克多体重原来的级别更大一些 但是维克多的移动是更快的 对,因为这是跟技术体系风格是有关的 对,刚才说到古拉宾的一些拳法 为什么他是很大幅度的拳法 但是为什么打不到打空,是因为他站在原地 嗯,他脚底的移动是相对是慢一些的 哦,古拉宾还是很硬 哎,有效果啦,有效果 刚刚是扫到了维克多头部 扫到了耳朵太阳穴那个位置 对,但是没有完全吃上劲啊 对 在上一次,上一场维克多进阶的时候 我就说过维克多的下巴是相对有点软的 哦,又是高扫 好哎,维克多要尽快缓过来这股劲啊 对,相对于抗击打来说古拉宾肯定抗击打要好一些 嗯,因为他的硬度在这里 嗯,而且我们看两人这个头部和身体这些角度啊 维克多在,呃,呃 古拉宾在进攻的头部更往前压 这更往前压就导致这个很多的拳啊 打在自己的这个头部的时候 更多的是打在自己的额头 呃,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对整个颈部的压力不强 对 对 呃,因为那个高扫上头的这个意识就呃,永远改变啊 还是,还是像打泰拳啊 对 扫对方手臂,扫对方手臂,扫对方手臂,打中扫疼了之后,知道有痛感 这种打法看来是很难改变 对,最近这三十秒几轮的对战啊,从刚才那一个有反应的重机开始回得多,确实节奏已经有点缓了 嗯 确实他要调整一下自己,对 因为在我们的比赛当中,你任何一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对手也会抓住这种肌肉 相对来说,古拉宾动作的精准精准高一些 呃,但是呢 哎呃,滑倒滑倒,这是个滑倒 哦,古拉宾跟他很快,刚这个一个扫踢啊,收出了劲儿 对 呃,对于古拉宾来说,确实是要把动作打准 如果他不是打准呢,呃,打这种比他呃,原来的比赛当中的更大 哦,这个闪,闪腿,很少见到这样来躲闪这种高边腿啊,对 哦,这是一个高位的吸法,没有警告 啊,古拉宾的这种高位的垫垂垂法运用的确实相对很多 嗯 好,我们来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哦,这个比赛时间过得好快,马上很快的时间都已经第三局了,对 看看最后一局,谁能拿到这个诸神之战第15组的名额 诶,这时候回头都是对的,往对方的这个外侧移动 走开,是 لاか儿,打准呢? burada を帮助下来打我一拳我完均雪前 orchest ela很神奇 都很iéster的力量很 包括吸法几乎全部进入回echaw 对 哎哟,职业营运的那种身体啊,你看看,抗肌打竟 这就是内侧的扫踢互换。 我了解像普拉斌这种选手啊,如果你不给他完全造成那种疼痛的伤害的话,他是越到后面,他的镜头越足。 你看,刚刚也是维克多一个基佛,打了对方的手肘之后,普拉斌很不屑,你的权一扳,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战术。 其实我觉得普拉斌他单个的,不管是高边腿也好,还是拳法也好,其实很重。 但是他为什么每次都不揍笑,因为他老是站在原地,他没有加弹步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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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的时候就会够不着。 好,对,就刚刚,呃,第二回合的时候那一腿是挂了二腿。如果说他的背质做得更好的话,就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对,包括他很多的拳法也是一样。 他只是把自己的头埋得很深,在原地会做一些拳法,对,腿法的力。 我们来说话,其实是顺巧,其实。所以说他这样单个的力量会很大。 对,对,嗯,对,嗯,对。 徐克特这么打。对了吗,打一小组之后,站的便宜之后移动出来,再往对方迈侧一动,再重新布置,再打一左。 因为古拉宾的右腿也就是我们说的后边腿啊 运用的比较多一点 对 因为他站位又比较死 如果维克多从他的外侧游走的话 古拉宾会很难受 对对对对 因为他本身移动很慢 如果再从外侧再移动的话 就会更慢一点 古拉宾也在换架 也在进行换架这种 因为他意识的 对啊 我说过维克多的下巴是比较软的 果然 这维克多 其实刚刚维克多的站住的意思是对的 而且古拉宾的变价 明显的不适应他刚才那种往外移动那种方法 结果又被对方抓住个机会 这个果然被我说中了 因为看他比较多 然后刘夏给我最深的印象 第一是他的风格转换了 第二就是下巴比较软 是 这高手对决啊真是不容得半点舒服 稍如鸡适量 好 果然啊 这产生了一个赌秒 在我们的规则里面 如果产生一个赌秒的话 会得扣掉两分 因为每个选手的 每局的70分是一人10分 是 如果产生赌秒的话 才能会扣掉两分 也就是说这一回合呢 是10比8 古拉宾胜 那么前两回合应该怎么判呢 这个就交给我们的裁判来吧 因为我们有五个打分裁判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首先 对 就是这个 这一拳有点约然 其实非常正面的是 如果换成可能一些抗击打相对好一些的选手的话 可能不会产生突免 其实它是很正面 而且那个全是从鼻子的上方往下 这全不是 但是呢 维克多 他的向来的 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下了有点软 其实裁判这个读表是一点问题没有 对 就这个 你看 看他确实有些发软的 对 确实发软了 好 我们看裁判的慢 对 这场女赛我感觉 我个人更看好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不愧是 库伦爵的注射之战 全世界 现在全球最顶尖的下球 送给你们结果 奔枪比赛 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二十 他们恨不恨你 我不知道 我实挺恨你 二号裁判 二十七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七 比二十九 judge number three 二十七 二十九 四号裁判 二十七 比三十 judge number four 二十七 三十 五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judge number five 二十八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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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一级股拉力 二十三 二十五 很遗憾 再次扮演了悲情英雄 尤其我们的颁奖嘉宾 昆仑爵大赛的创始人 江华先生 二十八 我准备已经在香港 出口了 一针 四 二十八 一针 十九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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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的观众嘉宾 恭喜我们的 图楼屏 如愿地进入了我们的世界16层 好 感谢各位 请会 感谢